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猴子 学会了使用海水清洗食物的技能 而在和这个岛屿隔海相望的另一个岛屿上 猴子们也学会了这个技能 重点在于这两个岛屿是完全隔绝的 通过这个案例 科学家认为生物进化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性 即便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个环境中的种群 也会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 而我们人类自身在远古时期完全隔断的不同大洲 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类部落 先后学会食用火 进而学会农耕技术 发展出音乐 诗歌 文学等文明成果 看起来也是这个百猴效应理论的很好的证明 其实这个现象其实还有一个高级版本 它始于柏拉图在理想国艺术中详细阐述的一个思想 后来凝炼成它传授给学生亚历士多德的一句话 关于世界全部真相的一切知识早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大脑中 我们的学习只不过是重新捡起它们而已 这句话暗示了这样一个道理 哪怕是由猴子或者大象进化出的智慧文明 也会捡取到与人类相同的知识体系 从而朝着与人类文明相同的方向发展 柏拉图提出的这个理念似乎是百猴效应 与不同地区的人类具备相同发展轨迹等事件的一个终极解释 然而很明显即便是我们人类一步步进化而来的 显然单细胞动物的大脑不可能装得下这么多的知识 这就和柏拉图的说法相矛盾了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后来来自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组观测照片 以及来自德国的几项天文学研究 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 高度相似的生物宇宙 随着天文望远镜技术的不断发展 科学家们收集到越来越多的宇宙早期图像 以NASA行星数据分析小组为代表的许多科学家发现 这些宇宙中的早期星系图像全都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与生物的大脑结构非常相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NASA拍摄到的某个原始星系遗留的宇宙演化早期的遗迹图像 而NASA发布这组图像的同时也发布了一组老鼠大脑扫描的比对图像 结果这两组图像几乎是一模一样 迅速震惊了天文学界和生物进化学界 这种高度相似似乎在暗示某个简单粗暴的真相 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科学家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 也因为它看起来太离奇了 所以主流科学家在获得实质性证据前 无法承认它所暗示的这件事 后来许多科学家为这种高度相似展开了相关研究 科学家们渐渐发现它也许并不是巧合这么简单 比如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 以跟踪研究宇宙暗物质图景文明的 伦敦大学的迪克特·瑞西教授 他发现如果从更高的视角领域 俯瞰宇宙整体的暗物质分布图 它就和大脑皮层的结构非常相似了 汇聚了他对暗物质与脑部意识之间神秘联系的研究 他的著作《三邦宇宙》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德国物理学家伯纳德·海施 在真空量子场的研究中 发现了一系列能量流动过程呈现高度的具备意识特性 这些特性无法用粒子随机的特性完整解释 只有当认为这些能量体系自身具备意识的时候 这些现象才说得通 据此伯纳德·海施建立了一个复杂性体系学说 认为意识或者说高级智慧生命这种事物 本质上是由复杂性体系导致的 它并不是狭隘地局限于地球探机生命的大脑这种结构 而是在一切物理层面 只要其体系复杂度能够触及产生意识的那个预值便能够开启高级智慧生命的世界 而我们地球生物进化达到的人类智慧 只不过是无数种途径的其中之一而已 据伯纳德·海施声称 这些现象用所有可能的理论都无法解释 因为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行为 而非有规律的物理现象 当尝试从这个复杂体系具备意识角度理解时 一切问题就能解释了 伯纳德·海施的这个学说 在2016年得到了天文观测的证实 包括银河系在内的许多星系中心 此前频繁出现的违反物理法则的物质运动 星云跳跃等现象 从具备意识的角度便可以得到解释 而从另一个有理论物理学家 格雷格里·马特洛夫领导的团队 在一个叫做佩尔尼哥的星系观测中 更是捕获了大量仅仅从意识角度 能够解释的物质现象 受到NASA对比照片的启发 伯纳德·海施教授 转而从宇宙结构中 找寻与此前真空量子场的复杂体系类似的结构 以回答心中意识现象是否广泛存在的问题 结果他就在真空量子场的研究中 发现了某种具备意识传递的效应 这种效应由量子真空状态中 出现能量流动的复杂性来产生 他主导了一场伦敦大学天体物理中心 与神经科学院开展的联合研究 他们对本星系群中存在网络结构的星系图谱 与人类的脑神经网络进行了定量研究 结果显示本星系群网络中的物质流动 与结构特性和人脑中的信息流动特性高度相似 也就是说它们不仅仅是外表相似而已 伯纳德海施解释道 让我们确定这部分星系具备意识的最大证据 是在这些物质特性基础上进行的计算机建模显示 无论宇宙演变给定怎样的初始值 这些星系通过自身内部的运作方式 类似于人类大脑对身体的调节机制 都能够让星系中的物质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如果没有这种机制 仅仅依靠既定的物理法则 宇宙整体会比现在混乱得多 人类也许已经早就在无数的灾难中不复存在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许多学者认为百猴效应和柏拉图预言 得到了一个物理学上的解释 那就是不论在微光粒子层面 还是人类的生物层面 还是星系层面 其实都广泛存在着 能够产生具备意识的生命的可能性 而在这些生命在满足自身生存的必须条件之后 都会向着理解宇宙万物与自身这个必然道路前景 也就是我们人类在不同文明中都会存在的科学探索精神 与终极问题思考的本能 如果我们三维宇宙中的星系自身进化出了具备意识的生命 它也一定会在某一天开始研究 太阳系内的细小生物这样的事情 换句话说 人类研究宇宙的同时 宇宙也在研究人类 最终这条真理之路会把这些生存在不同物理层次里的生命们 带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那也许是显理论预言的十一维度空间 更大的可能是人类目前根本不了解的某种法则支撑起的领域 这些不同物理层次的生命们 也上演着和白猴效应一样的剧情 在各自的世界里 领悟了相同的物理法则 学会了更好的生存技能 从而把自己的种族带向一个更光明的地方 最后可以回答柏拉图预言那个矛盾的地方了 单细猫动物确实不具备这些知识量 但是在进化成为智慧种族后 会朝着所有智慧文明相同的那个道路前进 而我们大脑中进化出的对真理的那种共通感受 正是这种不同智慧文明中的普遍的道路所带来的 它既包含了物理学上的真理 也包含了生命进化规律的真理 简单说来 柏拉图依然是正确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